拜登的卸任的时间已经倒数计时了 不过就在卸任之际呢 他现在有一项最新对俄乌的政策 正随着俄罗斯扩大攻击乌克兰 拜登现在就传出已经批准了 乌军要使用美国的长城飞弹 可以攻打俄罗斯 这是有两名的美国官员 现在证实华府已经批准乌克兰 运用威力强大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对于俄罗斯境内要进行打击 美国媒体现在来报道 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 促使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改变他们的立场 不过现在俄罗斯的资深议员警告 美国这项决定将会导致乌克兰 在一夜之间完全毁灭 乌克兰现在要即将进入冬天之际 俄罗斯发动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大空袭 俄军发射了120枚的飞弹 还有90架的无人机 锁定攻击乌克兰现在全境的能源设施 当然引发了周遭的国家的相当的不安 这包括的是波兰和盟国的战机是紧急升空 即便是这个乌克兰的军方 有击落了140多个目标 但是这个袭击还有残骸 还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导致至少有9个人死亡 现在乌克兰全境周一陷入停电的困境 不知有计则